自公元1115年金国建国开始,辽国就步入了灭亡的节奏,在金国的不断打击下,辽国丢成失地,很快就丢掉了大半个国家,而作为末代皇帝的天作帝也被迫逃到了蒙古草原。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,辽国最终被金国灭亡,不过在辽国灭亡的时候,就有那么一只契丹人,他们从金国的追击中逃了出来,来到了今天我国的新疆地区,并在那里也建立了一个国家,史称西疗。 此后数年,西疗不断开疆阔陀,也曾击败过不可一世的世界级强国塞尔柱帝国,并称霸中亚多年,直到成吉思汗西征时,才为蒙古君所灭。 那么,这个历史上我们一直不太熟悉的西疗是如何建立的呢?西疗又有着怎样的历史,是如何成为中亚霸主的呢?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西疗的历史。 话说,1124年7月的辽国,已经到了穷途末路,而偏偏在这个时候,辽国高层还决裂了,天作帝在得到阴山市围的支持后,主张反攻金国。 对此决定耶律大使,坚决反对,他直言不讳地对天作帝说,当初金人攻陷辽阳时,陛下您不肯去前线督战,反而跑去中京,等到金兵攻陷上京,您又逃往南京。 后来金兵攻陷中京,您干脆去了西京,进而又跑去嘉山。 之前咱们有实力,您不愿修武战备,使得大半个国家沦于敌手。 现如今我们就这点人马了,您却要出兵求战,这不是闹着玩儿吗? 常言道,打人不打脸,骂人不揭短。 虽然耶律大使说的都是实话,但在天作帝看来,却是大逆不道之举。 我如此信任你,你竟敢当众顶撞我,还在我伤口上撒盐? 你想干什么?想造反吗? 于是天作帝就把耶律大使看管了起来,打算御驾亲征,成功收复失地后,再回来收拾耶律大使。 后来天作帝带着两万人马东征金国,耶律大使见此情况也不愿多说什么。 他杀掉了看管他的人,带着两百心腹直奔可敦城而去,决定在那里自立为王。 可敦城又叫镇州,据说城内有两万契丹铁骑长期驻守,除了辽国的最高统治者,谁也调不动。 原本耶律大使是调不动这两万人马的,但是有些人也是命中有孕,就在耶律大使抵达可敦城后不久,金国那边就传来消息,天作地成了金军的俘虏。 这个事情就好比你想睡了,但是没枕头,睡不着,结果马上就有人给你送枕头。 耶律大使正发愁,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与天作地的关系,没想到天作地居然被俘了,这下好了,不用再操这个心了。 并且皇帝被俘虏,朝廷也被一锅端了,那接下来肯定就要推举新领袖。 而此时此刻,谁又是领袖的最佳人选呢?很显然,自然是耶律大使了。 公元1125年,在辽国西北路昭陶斯的七个基弥州长官和蒙古高原的18个部落酋长的共同拥戴下,耶律大使在可敦城称王建号,与草原深处又恢复了辽国的统治系统。 对于耶律大使称王这个事儿,金国方面听说消息后非常愤怒,一向主张武力消灭宋辽的完颜宗汉请指,要求出兵灭了契丹于党。 金太宗赞同完颜宗汉的主张,只是由于当时金军主力以南下伐宋,不可能再回石北上。 因而耶律大使便幸运地躲过了一劫。此后五年,耶律大使一直待在墨北草原,他为了打败金国,期间做了很多努力,比如派人联络西夏和北宋,夹击金国。 但很可惜,西夏两次出兵,均被金军击败,最终迫于县石向金国称臣,而北宋直接就被金国给灭了。 到了公元1130年,耶律大使向现实低头,他意识到,仅凭蒙古高原的资源,就想打败金国是不可能的。 于是,在这一年,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,那就是离开可敦城,去西域打地盘,等到自己的实力能与金国平起平坐之后再杀回来。 得知耶律大使要去西域扩张地盘,完颜宗汉又向金太宗建议,应趁此机会攻打可敦城。 金太宗纳其言,随即调兵遣将,准备西征。 但是,就在金国备战时,宋朝的西军发动反攻,决心将金军逐出关中,继而收复河东。 面对来势汹汹的宋军,金太宗无力分兵,只好向漠北诸部下诏,命之尽讨耶律大使。 但漠北诸部不服金国,他们宁可跑到可敦城去效忠耶律大使,也不愿归顺金朝。 因而,金国的这次征讨也就半途而废了,宋朝在南边搞事,进一步坚定了耶律大使西征的决心。 公元1131年,耶律大使在征讨侠夹斯无果后,率军翻越阿尔泰山,来到了今天新疆的俄敏县,并在这里住了叶密历城,为经略西域做准备。 此时的西域存在着两个大国,一个是位置偏东的高昌回湖, 一个是位置靠西的东喀拉韩国。 高昌回湖因为与辽国接壤,知道实力差距,所以向来与辽国友好。 相比之下,东喀拉韩国与辽国的关系则差了很多,是敌对国家。 一个是友好邻邦,一个是敌对国家。 耶律大使自然选择联络高昌回湖对付东喀拉韩国。 不过,就在耶律大使西征东喀拉韩国时,高昌回湖可汗从西下方面得到了辽朝灭亡。 耶律大使是指老虎的消息,高昌回湖可汗小人得志,立即出兵袭击耶律大使,并将俘虏的契丹军事献给了金朝。 金太宗见到高昌回湖送来的契丹俘虏,非常高兴,一面赏赐了使者,一面命令辽国降将耶律于赌,率汉军及女真军一万人被攻可敦城。 此时的形势对耶律大使而言可以说是异常凶险,如果可敦城被攻克,他连落脚的地儿都没了。 不过,前面也说了,耶律大使这个人也是命中有当皇帝的运势。 金军北上后,由于战前准备不充分,没有带足粮草,加之大军走到半路上还迷路了,因而金军的这次讨伐最终又是以虎头蛇尾而收场。 一场虚惊,耶律大使立即返回可敦城,将周围的部落召集起来,号召他们随自己迁徙到叶密利。 等到迁徙到叶密利,并且周围的民众越来越多后,耶律大使便在叶密利称帝重建了辽国。 为了区分其与辽国的区别,后人便把耶律大使重建的辽国称为西辽。 称帝之后,耶律大使立即把矛头瞄准了高昌回湖。 小样,你敢偷袭我,不想活了吧? 见到来势汹汹的西辽军,高昌回湖直接投降。 后来,为了控制高昌回湖,耶律大使派人留在高昌监国。 至于原先的克汗,则沦为了傀儡。 拿下了高昌回湖后,耶律大使随即诱灭了东喀拉罕国。 至此,耶律大使在西域算是站稳了脚跟。 隐忍十年,如今鸟枪换炮,今非昔比了。 耶律大使此时再审视金国,心态自然也不一样。 公元1134年,即灭掉东喀拉罕国的同年, 耶律大使为一血耻辱,调集七万精锐, 任命六院司大王肖沃里拉为兵马督元帅,征讨金国。 在战前的逝世大会上,耶律大使用白马青牛祭天, 强调西域并非九居之地,鼓励士兵当荣归故礼,复兴大辽。 不过西疗的这次远征,也遇到了金军当初的问题。 路程太远,准备不充分,七万大军连金国的门槛都没摸到, 就因遇上恶劣天气,导致牛马多死,无法继续前进,而不得不乐兵返还。 耶律大使听到大军无功而返的消息,泪流满面。 十年准备,结果竟然是如此的不堪,他不甘心,但又没办法。 无奈之下,他也只好任命。 公元1137年,耶律大使攻打西喀拉罕国。 西喀拉罕国大汗不服,派兵迎战。 结果,两军一接触西喀拉罕国的军队,直接被击溃。 而与此同时,西喀拉罕国境内的葛罗路人也趁机作乱。 西喀拉罕国大汗无力镇压,只好向伊斯兰世界霸主塞尔柱帝国求援。 得知消息,耶律大使随即派人招降西喀拉罕国境内的葛罗路人, 并向塞尔柱帝国皇帝桑加尔写信,劝他不要多管闲事。 见到耶律大使的来信,桑加尔差点没被气死, 自己是拳打东罗马,脚踏波斯的塞尔柱帝国皇帝。 这个耶律大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鳖三? 为了给耶律大使一个教训,桑加尔集结了十万大军向西疗杀来。 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十万大军,耶律大使组织了两万兵力迎战。 两万对十万,耶律大使疯了吗? 当然不是,耶律大使之所以敢以寡敌众并不是他自大, 而是他知道,西喀拉韩国境内的葛罗路人, 为了摆脱二等公民的身份,肯定会为西疗而战斗到底。 然后不出所料,葛罗路人在战斗中非常卖力, 帮助西疗军以异常大胜奠定了耶律大使在中亚的霸主地位。 至于塞尔柱帝国,经此一役由盛转衰。 塞尔柱的皇帝桑加尔也很快被土库曼人控制,帝国土崩瓦解。 而没了大哥撑腰,西喀拉韩国及其周围的花拉子摩也随即宣布投降,成为西疗的蜀国。 需要指出的是,现在常有一种错误观点,即认为西疗的核心统治区很小, 大多数西疗领土都是通过分封来维持统治的基谜区域, 继而得出所谓西疗版图实际是地图开疆的结论。 为什么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呢? 因为纵观古今,除了中国会区分基谜和非基谜之外, 世界各地的古代王国、帝国几乎都不区分, 也就是说核心统治区很小,大部分地区为分封性质, 这是除了中国以外,大部分古代帝国的常态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拉伯帝国, 其哈里发就类似于中国的周天子, 其苏丹就类似于中国春秋时期的霸主。 强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就和西周一样,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 阿拔斯王朝后期的哈里发就和春秋战国的周天子一样, 中东地区各个军阀王朝打得不可开交, 哈里发根本管不着。 对于中国的大一统模式,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都不能理解, 他们无法理解不实行分封, 不靠机密统治到底是用什么来维持高级将领对中央的忠诚。 所以,对于网上流传的某些中国王朝时空图, 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, 这就是赤裸裸的双标不怀好意。 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, 古代世界除中国外基本没有无论帝国, 扯远了再说回来。 耶利大使第二次西征时正逢欧洲第二次十字军东征, 由于耶利大使和十字军打的都是塞尔铸帝国, 于是在当时的欧洲就流传着一个东方世界有一位神秘的祭司王约翰, 是基督教的捍卫者的传言。 后来俄语、阿拉伯语、拉丁语和古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发音都类似于契丹, 就是受耶利大使的这次西征的影响。 不过就在耶利大使准备继续攻城拔寨之际, 他突然病死了, 没能带领西辽再创更大的辉煌。 而随着耶利大使的病死, 以及其妻、萧塔布燕和其子辽仁宗、耶利一列, 对东征复国主张的不感冒, 西辽统治集团也随之放弃了杀回老家去的政治主张。 耶利大使病死之后的几十年, 南宋多次提出联络西辽抗金, 如海灵王完颜亮南清宋朝时, 书密院就向宋高宗建议联络西辽共抗金国。 宋孝宗在位时期, 为了一血耻辱, 也曾经多次吩咐穿闪宋军负责人主动联络西辽, 但由于南宋与西辽的联络困难重重, 加之西辽也无意联宋灭金, 这些联络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 西辽无意罚金, 那金国对西辽又是个什么态度呢? 金国也一样, 在金国统治者看来, 西域太远, 大把军费砸进去, 如同把钱丢进大海里, 连声响都听不到, 而彼之西辽攻打南宋可就太快乐了, 不仅近而且富裕, 打南宋这买卖简直不要太赚, 后来金国在金世宗和金章宗的治理下, 国力步入巅峰, 但随着蒙古的崛起, 金国也迎来厄运, 而同时期的西辽情况也差不多, 萧塔布燕摄政和耶律一列在位期间, 西辽的国事蒸蒸日上, 但是由于解决不了葛罗路人的问题, 西辽也随之由胜转率, 为什么解决不了呢? 这涉及到一个统治原则问题, 前面说了西辽实行分封制, 征服了某个部落就实行分封, 让该部落按照旧制该怎么过还怎么过, 不会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, 耶利大使来到西域之前, 当地的霸主是东西喀拉罕国, 葛罗路人是被东西喀拉罕国统治的二等民族, 一直不能当家作主, 为了能够当家作主, 葛罗路人主动向耶律大使称臣, 非常卖力地为其征战, 西辽能大败塞尔柱帝国, 葛罗路人的贡献很大, 但很可惜的是, 西辽的国策注定了葛罗路人的卖命不会换来回报, 因为西辽统治者不会为了葛罗路人而废弃东西喀拉罕国, 毕竟这两个韩国也有大量民众需要安抚, 拼死拼活, 然后你告诉我结果不变, 这一下葛罗路人就不干了, 造反的事情此起彼伏, 前后达几十年之久, 一直到西辽女皇帝耶律普苏丸统治时期, 命令收缴葛罗路人的武器, 强迫葛罗路人停止游牧, 从河中地区迁徙到南疆, 从事农耕才算完事, 但如此一来, 葛罗路人就更不干了, 这更加激起了葛罗路人起义的决心, 西辽的国力在内耗中消磨得很厉害, 众所周知, 实力这种东西是此消彼长的, 就算你的实力不变, 可别人再增强, 你就一样是变弱了, 所以当西辽国力没有任何增强时, 那接下来将要发生的自然是控制力下降, 纷纷的部落领袖纷纷自立, 公元1172年, 因不满西辽的苛刻统治, 花辣子摩背叛西辽, 1175年, 在金国的拉拢下, 原本沉浮于西辽的奶蛮人倒戈, 归顺了金朝, 而就在西辽这艘破船到处漏水时, 耶律朴素丸还被人刺杀了, 更要命的是, 即位的耶律直鲁谷, 又是个沉溺于娱乐游猎, 不理政务的昏军, 耶律直鲁谷没有执政能力, 并且又不理朝政, 于是西辽的国士也就进一步衰落, 各附属国纷纷叛离, 公元1206年, 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六部, 三年后, 在蒙古军的强势威慑下, 西辽东部的高昌回湖, 沉浮于成吉思汗, 又一年后, 西辽西部的部落被花拉子摩扫荡, 纷纷臣服于花拉子摩国王摩赫末的脚下, 此时的西辽已被蒙古和花拉子摩两面夹击, 基本与灭国无异, 看到辖境日益萎缩的西辽王国气数将近, 从奶蛮部投奔西辽的驱出律便发动政变, 干掉了耶律直鲁谷, 自己做了西辽皇帝, 不过驱出律也好, 摩赫末也罢, 他们都没得意太久, 公元1217年, 因为使者被杀事件, 成吉思汗亲率15万大军, 征讨花拉子摩, 蒙古军中途路过西辽时, 驱出律抵挡不住, 闻风而逃, 而驱出律带着钱财逃跑, 也没有逃出很远, 就被猎户勤货交给了蒙古军队, 至此的西辽彻底父王, 共立三世三帝两后, 至于花拉子摩, 其在中亚与蒙古军激战数年后, 也被蒙古大军彻底盗平,